车武大师念佛且陀教第百计 所谓大德彼修 所谓居士同修 请看第五十五计 一句弥陀 余多余好 如人学士 久席则巧 意思就是这句拿摩阿弥陀佛念得越多越好 多多以上的意思 这就譬如有人学社界 开始很生疏 练习久了 就熟能生巧 字面上是这个现代语题 是这么说 但里面含义很深 这还是从念佛的功夫上 主师作为过来人 一个极深的经验之谈 你念佛首先从数量下说 数量要念得越多越好 有句成语叫多多依善 这是指韩信呢 是刘邦的重要的一位大将 打败项羽最大的功劳是韩信 那么大功告成之后 有一次他跟刘邦在宫廷里面 来议论这些将领们的水平高下 那韩信就说出了自己的一些见地 刘邦呢 好像不以为然 就最后问一句 这是你看证能带多少兵 能统领多少兵 刘邦就问韩信 韩信就说你只能带十万兵 十万兵 那刘邦反问 那你能带多少兵呢 韩信很自满地说 多多益善 这个以后韩信结局不是太好 跟他这种自负也有一定的关联 但韩信确实是了不起的将军 所以成语就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用这个来借用一下 验南无阿弥陀佛 验得越多越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里就有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在文殊师利菩萨所说 《磨合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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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也用了这个比喻 当时佛就对文殊菩萨说 《磨如不失意三昧三昧 就是你是不是证到了不失意三昧 文殊师利回答 《磨合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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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即不失意 不见有心能施意之 云河而连路不思议三昧 你看这具有圣声的波约的法味 如果你说你路不思议三昧 你说我路了 你还摆脱不了能如何属路 离波约相聚甚远 所以文殊菩萨说 不也否定我没有路 为什么呢 我急不思议三昧 我跟不思议三昧 不是两个东西 是一个东西 这就高妙了 我不见有心能思议者 没有能见何所见 这叫见见离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能说路不思议三昧呢 你看这文书智慧很深啊 我急不思议 就任远金讲 你是不是文书 我真文书不是文书 如果是文书就有二文书 好那这个我急不思议三昧 这就说他对圣神波约有限量的切入 那这种切入不是身为原觉的境界了 那怎么样他能够得到这个境界呢 这就谈他的过程 文书势利菩萨说 我出发心的时候 就是希望得到这不思议三昧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他有一个能路和数路 有一种愿求 但到了现在 实无心相而入三昧 没有能路数路 从原来的能数到以后的消民能数 那怎么达到这个水平呢 如人学事 久席则巧 后虽无心 以久席故 见发皆中 我亦如是 初学不思一三昧 细心一圆 若久席成就 更无心想 恒于定据 这种修行方法很有启迪意义了 就好像一个人射箭 他射久了 他就熟了 熟就能生巧了 注意这个巧 开始你射箭 可能他有点操作成练 怎么站稳脚跟 怎么弃弦心定 怎么弯弓 怎么跟靶心什么关系 你手怎么着地 鼻怎么摆平 这个剑从高中往下 怎么 他有一些操作层面 可能开始你射的时候就很用心 我这个动作 这个程序不能搞错 他会 很用心 等到他熟了之后 这一套动作是无心了 到无心就是潜意识层面发挥作用的 那切入到三昧是要无心的 你有心就切入不了 到了无心的状态 每一发箭发出去 箭箭皆终 不加思索 你看那个日本的剑道大师 他们就有这么一个提法 就是射箭不以射准把心为目标 不要把命中力放在心上 要把射中的这个念头抛开 那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 心 无求 无我 相名对待 那箭射中把心 无非是你内心无求无念的 外在的证实而已 这里就谈箭道了 射箭之道 不是在技巧层面去谈 好 那最后 等你举起这个弯弓 搭上箭 这时候不是你自己射箭 而是保持一种无求 无我的状态 就保持那种状态 到了一个临界点上 这个箭自己射出去 所以这样就不是我在射箭 而是他在射箭 这个他就是潜意识的力量 就是无作妙用的力量 所以这支箭 你是这样的状态射出的箭 它就会有不可思议的效果 你不要看靶心 这个箭都能穿过去 所以那个箭道大师 自己对学生就自己掩饰了一把 就是在黑夜的时候 看不到靶心 然后他关公射 当然他那个射箭听 他可能比较熟悉 他射了两箭 第一箭就射中了靶心 第二箭是紧接着穿在第一箭的箭尾 透过竹竿再射进 再射到靶心 他就有这种神妙 所以这个箭脑大师就跟他的学生说 如果第一支箭射中 你们会觉得不稀奇 因为你太熟悉了 肯定的 但第二支箭 把射到第一支箭的箭尾 这就不失忆了 他说如果说第一支箭是我射出的话 第二支箭就是他射出去的 不是我射的 在这个层面上才能说巧 这个巧就不是一个造作层面 技术层面的问题 它是一个无心状态当中的 潜意识里面的 就是心性的自然的 显现的一种结果 所以文殊菩萨说 我初学布施一三昧 就通过一个技巧 也把心细心一圆 细心一圆了以后 九息成就 就没有能系和俗系 进入无心无想无念的状态 到了这种状态 就一切实 一切处都跟这不失忆三昧 相聚 聚合在一起 由这个我们就想 我们念佛呢 这里面有奥妙的 开始念我们是很着意 我要做功课了 我要念佛了 我要念多少声了 而且把念佛能念和俗念 搞得很清楚了 这是开始他就这样去做 这是一个技巧过程 等到你天长日久 你跟这个符号打成一片了 一念念念念 能念俗念打成一片了 这是不知道是你在念佛 还是佛在念你了 就像称武大师前面讲 一身符号一身心了 念久不知谁唤醒 满天双月造幽灵了 这时候自我的概念 就给他融化掉了 所以我们念佛 念的最后就是心意识 越来越迟钝了 越来越消明了 逻辑思维也给他放下了 这个车主在前面谈他念佛记里面 有一个记子 也是表达怎么俗能生巧的 一句弥陀念便呆 恰如死了未成埋 说佛已尽多生债 净土而今归去来 你看你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要念得呆呆的 一般的我们说一个人很灵力 很机灵 这个头脑反应很快 这都是心意识里面的事情 念佛心性当中还要呆一点 这个念呢 使这个念头慢慢地 离开那种过于分别的状态 发呆 这呆到什么程度呢 好像自己死了 死了就是心意识不这么活了 像枯木似的 恰如死了未成埋 好像你死了 只是没有把你埋到土里去 这个要有念佛体验的人 才会体验到那么一点点意识 这是一个过程 就是迟钝我们的心意识 那种对待性 那种主科体 在这种情况下 说婆已尽多生债 你这种念佛就能够消灭着 而这种念佛才能获得往生净土的胜券 净土而今归去来 所以做任何事情都有开始比较生 由生变熟 熟到什么程度呢 生巧 这个巧就是无作妙用 就是无心的 就是无意识的一种呈现 是不能所作为语言的 他就离开了操作性 技巧性 这方面 那巧的表现形式就是什么呢 就是 你在任何时候 这句佛号都能出来 不念自念 念而无念 讲得之一手 印于心 得心印手 但这种要从主顿功夫下手 这不是偷鸡取窍 偷鸡取窍是不行的 就是你顿功夫顿功夫 做顿功夫就是使自己的念头呆呆的 呆一点 拙一点 木乐一点 不那么凌厉 还慢慢的就跟潜意识的那种力量相应 就能唤醒那种潜意识的力量 好 那这个桥就是你 我们潜意识的 那个力量的那种妙用 这个意思 好 请看下面 第五十六季 一句 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要射心去念 要在密 密就是不为人知的状态当中去持 你念佛不是炫耀的 密持就好像基因德 那你在射心密持的过程当中 你的功夫的浅身 你有无功夫 你是否能感应得上 为你自己才明白 就好像一个人饮这杯水 这杯水是凉还是热 只有你自己知道 这个论语 孔子也讲 这个人不知而不亦 不义君子夫 修行是为自己的解脱之道 还正要悄悄的加工用道 净土法门 普世群基 自古以来 多少中文教下的大德 也密修净土 你比如宋代禅宗 有一位原造本禅师 他注持禁慈士 这位禅师很有德望 当时杭州和苏州都斟酌要他 那这个他在禁慈寺 住持呢 还是宋代都是中文 禅宗兴盛 他接引众生都是 用中文的那种着律 开堂接种 并没有弘扬进土 但是有一位雷锋采法师 他是修净土的 曾经有一次定中神游净土 在极乐世界见到有一朵莲花 非常的光颤 就问旁边的菩萨 问这个莲花是等谁的 那位菩萨说是等待禁慈士的原造本禅师 那雷锋采法师出来之后 就到禁慈士去顶礼供养 这个原造本禅师 就好奇的问 师父是 你是弘扬子子之禅呢 为什么极乐联邦里面 还有标明的莲花呢 那原造本禅师说 虽在宗门亦以净土兼修 虽然我在禅宗当中兼引众生 但是我兼修念佛法 所以极乐世界就有他的莲花在等到他去 这就是他设心密词的结果 这个卢人饮水冷冷自知 这个修行呢 它是要老实 绝对不是作秀的 不能做假招子的 这个清代有一位无联居士 就是这种老实修行的一个楷模了 他是秀才出身 父亲也是信佛的 有一次他父亲生病了 有一位比丘就来问祭呀 就是探望他的病 就为他父亲开示念佛法 这个无联在旁边 在旁边听着 就恍然了大悟 就对这个净土呢 就产生了很大的信心 就开始修行念佛法 他是旁听到的 他自己真修实干了 念佛无有间断 但是他这个人呢 对人很沉默 所以他修念佛法门 其他人都不知道 自己悄悄的念 只不过他有一次 对他一个平生最要好的朋友 说句话 我智固有大者在 就是我这一生 有一个大的志向 只是这就暗示 他专修净土法门 的这种全身心的透露 到了晚年 生病了 就是腹部忽然找了一个瘤子 这瘤子可能是 那是现在 或者良性肿瘤 或者恶性肿瘤了 所以这个 而且这个瘤子呢 溃破 瘤血不止 他觉得自己 也快往生了 所以复失二手 临终前 欲知十字 三天前 欲知十字 请彼求生 来助念 家夫而坐 合掌念佛 而往生 所以他其中 这两首诗 其中一首就谈 不用良方 不用低 自家有病 自家知 从今昼夜 彌陀佛 正到金刚不坏时 昨天我们也讲 一个念佛人 面对 绝症的时候 取什么态度 不能贪生 怕事 不能到处求医问药 你看这位无联居士 就是这样做的 这个时候 一心求往生 不用良方 也不用医生 自己生了病 自己知道 孽障现前 但是我昼夜 来念阿弥陀佛 就能证到 金刚不坏的身体 所以他就不贪恋 这个身体 一往情深的求生净土 所以他就成就了 往生的大事 所以这个色心 主师谈的念佛 是色心念佛 没有谈观心念佛 色心念佛 还是要把住 这个六字弘明 就像车谷禅师所说 六字弘明 密易词 公夫能卵自家之 叔婆不捉轮回梦 稳看花开七宝词 这个六字弘明 密就是 不让别人知道 密密的 去义 去持 你义佛念佛的功夫 的浅身 冷暖 你自己最知道 但念佛 是为了 求往生了 要发起大的怨心 在苏福世界 不再做 轮回之梦了 一定要 把住六字弘明 安稳的 观照到 极乐世界 其保持 当中 自己 那朵 莲花的 展开 所以这些 都是 一个 真艳佛人的 心态 以及 把他的 信愿 落实在 这种 功夫上的 表达 好 希望大家 尊重 卢教 奉行 南无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